诽谤证法有地狱之报 但佛法僧三为一体 如果诽谤宣说证法的大德高僧 其实诽谤的不仅是某一个 而是同时诽谤佛法僧三宝 因为证法乃是佛陀和诸佛菩萨所传 而松结是正法注释的表征 请师父开始 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请师父开始 应该是的 因为你要知道菩萨的言语 菩萨的一言一行都是表法的 所以为什么佛法僧三位 为什么生是起到什么作用 表法的作用 所以为什么生人要如理如法 你想想看 如果生人不如理如法 怎么不下地狱 我问你一个国家干部 不好好做事情的话 贪章枉法的话 你说是不是要进监狱 对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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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 dwelling 解战 切联系 助力 acı 天管